大家好,我是Dem 最近有很多粉丝们反映 摇加一点的男经纪人对成员mini 多次有过不需要的肢体接触 而引起了粉丝们的愤怒 很多海外粉丝们都给所属公司写信抗议的 希望能换掉这位经纪人 首先,网上有很多粉丝们表示 在签收会机场以及各种商业活动 几乎每次都能看到该经纪人碰触mini身体的情况 除此之外,也有战姐爆料 昨天在机场成员们去了咖啡厅 结账时玩了抽卡游戏 员工抽出了mini的卡 mini一走出咖啡厅就对我碎碎念 说自己被抽中了 突然那个经纪人夹在我和mini中间 打断我们的对话 说他就知道会这样 怎么跟脸一样,卡片也那么漂亮 这不是疯子吗? 也有粉丝们发问 不是危险情况 粉丝们也都在维持秩序 他只是想去打招呼 为什么要那么急迫的阻止 紧抓住他手背内侧呢? 只是我不理解吗? 他是因为想见泰国粉丝 所以自己请求调整行程来见面 想要尽可能的靠近粉丝打招呼的 为什么要阻止呢? mini最后想要一个一个的 亲自从左边到右边来看他的粉丝们打招呼 但还被那样抓住 那里已经设了围栏 粉丝们都坐着 没有任何危险 为什么每次都要无理取闹的去触摸他呢?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看了几个影片 确实看到有很多不必要的接触 如果经常参加现场活动的粉丝中 有很多人感到这样 那的确是一个问题 确保公司没有采取措施制止吗? 从以前开始 经纪人就对mini有接触 并常常进行私人对话等 有点像是自己在想象恋爱 不知道是不是想象恋爱 但那句 怎么跟脸一样卡片也那么漂亮 确实让人感到不舒服 如果真的只对mini这样做 那看起来就太有意图了 考虑到其他成员没有这样的事情被提出 可能真的只对mini进行这种行为 黑粉们趁机又在造谣 是不是和这个经纪人谈恋爱 拜托滚一边吧 一直有人说 只有那位韩国战姐那样抱怨 但海外战姐和其他粉丝们也一直在骂呢 最初是那位韩国战姐提的 但现在外国的粉丝们也在找出经纪人和mini的影片上传 还加上标签 强力要求更换经纪人 然后也有网友们表示 根本不是什么大事 原本那战姐就一直抱怨经纪人很糟糕 但被无视了 然后就通过造谣想象恋爱来拨断眼球 煽动外国粉丝们 想要毁掉一个经纪人 这个人是资深战姐不能忽视他 公司应该要有反馈 另外经纪人没有性骚扰mini 但却夸她解释她的触碰行为 感觉也不太对 所以对于经纪人对mini的行为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4月7号 YG新人女团babymonster 出道后首次出演了音乐节目 而在节目中 成员拉米 无伴奏演唱的一小节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让她唱一小节 她却给撕掉了节目 哇 太厉害了 只要没有两颜色 一定会是非常好的团队 哇 跟姻缘完全一样 希望他们能拿下一位 很好奇安科舞台 哇 希望能早点看到安科舞台 超期待 非常期待 babymonster安科舞台 我们下期待